好,那这个是属于那个第五,属于是连续变数,就是我上次说到的,就是有我们说到这个资料的等,就是等比或等据尺度的资料所,经常我们都会用直方图跟相形图。 好,那那个曲线图,还有那个小提琴图,其实都是属于直方图跟相形图的延伸,那他们之所以会被发明出来,都只要是可以帮助我们从视觉特征,可以立刻帮我们对资料的特性,立刻做出描述,功能都是这样。 那不过重点是,你要知道什么样的资料,该用什么样的图,还有就是用途,能怎么样,什么样的图可以帮我们立刻抓出这个资讯出来。 OK,好,所以我在,大概就是,之后的,如果是期中考,我大概就是,就是会用一个实际的资料,就是要你们去画,真,画适当的图。 OK,那这里,这本书有一个特别的提醒的地方,虽然这个用途很好用,但是你要用对才有真正的好用。 例如,他这边有讲一个例子,5.7,例如他这个是,是开一个,这个资料我就不开了,因为他画出来是,他是抓那个澳洲的某个职业比赛的24年的这个资料。 他每一年就画一个直方图,你们觉得这样的直方图对于解读这个资料有什么样的,会有什么样的,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吗?很难说,因为他这个是把每一年,每个队伍的,好像是季后赛,在季后赛,胜出的队伍的分数。 就每一年画一个直方图,那他的比较大的问题是,这个作为横轴的这个年份,我们应该要用那个连续的变数,还是间断的变数去,才会有解读的意义。 好,这算是,虽然不是作业,不过你们可以去想想看,到底这样子是不是有,是不是有意义。 好,那对,这里有一个要补充,我想我需要再回到,嗯,再回到那个,我们的实际的例子,再看一下这个鸢尾花的资料。 我需要再看一下这个画面,刚刚你们有注意,刚刚这个箱形图这边有一个地方我要补充,你们有知道你们画出来的箱形图都有多出这些东西? 这些东西叫做极端极,但是是不是极端极,这里主要是根据的是那个箱形图的作图原则去标记的。 因为关键是在于,在于说,箱形图,你们看到箱形图它不是还延伸出,每个箱形图它还延伸出那个一条线吗? 这条线你们还记得叫什么名字? 它有个名字叫做IQR,中文我意思之间想不起来,它主要的,它的这个,每,那个线的延伸的, 长度是说,像,就拿现在,我现在,我现在滑鼠所留的这个三渊尾的二片宽度,这个图来看,因为它刚好上下都有一个极端极,拿它来说明比较好。 那,上面的,就是从这个75%位置所延伸出来的这个,这个,这条线,它是中位数到75%位数的,这个距离的1.5倍, 延伸,就是延伸这个核子的这个上半部的距离的,或者说长度的1.5倍,然后如果超出这个1.5倍的这个距离,它就会自动标记为极端极。 那,下面同样的道理就是从这个中位数到这个25%位数,这个长度乘以1.5倍到这边,它就是到达这个, 这个,这个,然后超出的,它这边,那这个42这个值,它就标记为下面的极端极。 不过这里,它这个,要注意的是,这个是16跟42是指的是,它在这个,它在这个位置里的, 我记得是它的那个资料的列数,所以并不是它那个值哦,是说是它的那个,像是说这个Soto的第16位,也就是说, 对,在这边,这个,它上面指的是这个第16位的,然后是三冤尾花的,这个4.4,这个,这个值, 是不是,是比这个,那它其实也是这一组的最大值,好,那讲到,那下面这个就是最小值, 那讲到这个最大最小值,如果说延伸出去的线,刚好碰到最大最小值呢,那就是像中间这个, 如果碰到的话,那就是到这个最大值或最小值为止,这是那个相形图的做图原则, 所以这个是以,这以前啊,在电脑还不发达的实块,那个期中期末考都是直接考,画个相形图出来, 那你们现在已经幸福多了,甚至ChartGPT也可以直接请啦,就是,就是你就丢一笔资料给ChartGPT就直接告诉他, 用这笔资料画个相形图跟,跟小地形图的话,他就会直接画出来跟这个一样,给你看, 好,那这就是,主要是在这个资料视觉画,这个连续变数的这部,这一个部,这一个部,这一个部分, 好,那接着我们就要来谈一下, 那如果有个问题,就是刚刚那个图啊,最下面那, 嗯,你说还要在下面吗? 再下去,嗯,就最下面再谈到,最右,最左边那一个,嗯,它这样不会,就是它比较严格, 然后,哦,它这个是特别的,因为它的整个,它因为这个,它刚好是这个品种, 它都是很非常非常小的值,对,刚好是, 对,它就是超级偏派,其实看值帮户也看得出来,它是超级偏派。 那这样会有问题吗? 嗯,等下看你现在这个资料,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收集啊? 因为它这个是,这个花是自然就生长就这样了,就只能说它,我们可以真的要辨别这个,这个可以说的是就是说,如果要辨别这个三渊纹,最简单的就是说找这个花瓣宽度最短的就是。 好,那,嗯,OK,好,刚好,你提这个问题刚好也点到,我那个差点忘记讲,你们可以看看哦,如果说现在不要只集中再看一种特征的话, 你们觉得,如果要去辨别三种烟尾花的品种,应该要凭一个特征,还是至少要两到四,甚至四个特征才可以。 OK,这里,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光是你,就光是做这个资料的描述统计,我们就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出来。 当然,如果说今天是一个随机,我们是用一个,我们之后会碰,会遇到,就是当我们今天是,是用那个做搜集资料的话,如果遇到像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,我们就要去关心的是,是不是我们的使用的测量工具,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天花板效应或地板效应。如果是生物统计,他们是,他们是对这个,他们是没有这个问题,因为他们本来就在预想中,他们整个学科的预想中就是说,自然界生物长什么样子都是有可能。 但是,在行为科学的话,因为这个数字都是从测量工具所收集过来的,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看到有某一组,它真的就是说,整个都,这个可以说是贴到地面的,或者是大到说都置顶了。 那我们之后可能要去稍微,应该说我们要很谨慎的去想,是不是测量工具有这种那个天花板效应或地板效应的问题。 这个问题不错,这个也是,其实第二章那边,我如果说第二章那边有时间,间谈的话,会谈到的问题。 OK。